哈喽大家好 嗯 你们一定都很想有智慧变聪明 那么怎么有智慧变聪明呢 嗯 就是法布施 法布施就是得聪明智慧 嗯 就是说 如果你懒得花时间研究的话呢 就是可以就是照着做 就是给人家讲一些道理 然后讲一些哲学 讲一些道理 讲一些让人受益的东西 你自然越来越聪明 那么如果你想去研究这个的话 当然这样更好 你可以抽出一点时间来研究一下哲学 来研究一下这个大道 像老子一样去思考这个世界 你思考思考你就会发现了 有规律的 你想得到聪明智慧 你就要先给出聪明智慧 先用你的智慧让别人受益 这样你会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聪明 就是能够希望大家真的花时间去考虑一下这个世界怎么运转的 这个世界的大道 事物的因缘 机会到底怎么形成 如果大家真的思考了这个真的了解了这个你就会知道 它需要一个推力 你想要什么东西靠近你 你需要一个推力 它是一个圈 所以你给出这个智慧的这个推力 你得到更多的智慧 所以想要聪明不难 想要智慧也非常容易 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去帮助别人 法布施 就是法布施 大家做 我相信不超过一年就会有感受 三年之后你绝对会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有智慧的人 加油 就是每天法布施啊 加油